哈啰各位朋友 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这一集是要来访问我们家的小网红姐姐 在3月1号开始了她的第二个TikTok频道 截至4月18号的今天已经有31800多个订阅者 今天她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就是她之前很崇拜的一个TikTok网红 今天居然也订阅她了 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是 TikTok上面也出现了很多跟姐姐的频道名称一模一样的山寨版频道 当然她们都是讲德文的 甚至连拍的影片都抄袭姐姐 姐姐又好气又好笑的说 这些人都Nachmahnta 就是都模仿她 没想到德国小孩流行做这种山寨版啊 我刚刚呢吃饭前Hohladen一个视频 然后呢那个我Hohladen才一个小时了 我就两万五千多个人看到了 哇塞一个小时两万五千个人看得到 怎么样你今天follower的进展如何 24.4k就是两万四千四百个follower 那你最believe就是你最受欢迎的video的影片 有几个观看呢 有七十八万九千四百 那个是几天前的video 四千前 四千前就这么多了 这哪一个video啊 这个已经吃过一百片 我就是有一一杯东西的在那个 七八九点五k 不要太晚睡了 好我现在立刻一下 ok晚安啰 这是几天前姐姐刚达到一万个follower的时候 我今天来跟你聊一下你的tiktok 听说你已经有三个account了 对 那其中有一个 还蛮快就很多follower 嗯 就是free time contract 嗯哼 那那个主要就是做手工的吗 嗯对 就是其实是做全部在free time做的事情 嗯哼 做这个频道做多久 做多久 达到一万个follower 嗯 做很像ganes canal的一个monat 一个monat 就一百多了两百个 嗯 那个海报 就多了好几千吗 嗯 就是每天多一千 嗯 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比达吗 比达就是 就是如果有人看你的video 然后那个video就是看完的话 就会给别 给很多别的人vite line 那如果他们也有看完的话呢 就会再更多的vite line 那他们就会看到在一个foryou page 然后 嗯 如果有人看到 然后 每个人都有看完的话呢 那如果有比一万还多个人 就是叫比达 有比一万还多的views 嗯哼 一万就是10k嘛 我看你好多video要是好几百k耶 嗯哼 一万就是10k嘛 可是呢你做直播的时候不是常常都被强制关闭 嗯 应该是因为我有点太 痛苦了 因为好像说tiktok是要12岁以上才可以用 对其实是 只是 直到12岁以上还是会 被取消 12岁以上还会强制关闭 为什么 就是tiktok在做 tiktok比如说觉得 你看起来很像没有12岁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不是如果tiktok觉得 你的 嗯 声音没有像12岁 那他就把你睡了 是这样子吗 那tiktok怎么可能 你们的用户那么多 他怎么可能 24小时 无时无刻都在那边看 谁在做直播啊 有 你每次做直播的时候 我都要在外面照顾弟弟 对 而且你有时候拍video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照顾弟弟 只是我每天都有在照顾弟弟 然后你每次在回复留言的时候 跟你讲话 根本你就是没有听到 你耳朵就是聋了 你也是 3 3 那你觉得tiktok这个东西 有让你觉得很开心吗 还是你觉得是 我超喜欢tiktok的 所以我觉得占用太多时间 这只是spa 那tiktok 那你觉得做tiktok会影响到你的功课吗 会 我还是 照平常的做我的功课啊 然后 对 嗯 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反正呢 如果你有拿到一个dly的话 会拿到一个dly的话 对了 你还没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其他两个频道是做什么的 就是我有一个频道是做芭蕾舞的 就做芭蕾舞的我知道 然后一个account是跳 是我的芭蕾舞啊 就是跳那些tiktok的歌吗 嗯 嗯 妈妈 谢谢dly 麻沙一雄 是的 那你最original的那个跳tiktok 现在有几个followers 嗯 一百五 一百七十五 嗯 所以我看你的 新的account立刻就一百七十多啦 嗯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比 不要露脸的 会比较多follow我 就是这样子 是因为呢 拍球球 是大家都在跳呢 他们就觉得很浪漫 所以只有查理跟Edison 可以跳得很好 插播补充一下 这位就是姐姐的偶像查理 就是目前的抖音一姐 他有将近四千九百万个粉丝 真的跳得超级棒 我觉得你也算是跳得不错的 以你这个年纪来说 以我的观察 tiktok真的是在德国的小孩子圈子里面 非常的流行 这里也找了一下2019年的资料 有四成以上的使用者 是在16岁到24岁之间 截至今年的1月 tiktok也是社交媒体平台里面的签示名喔 排名在instagram后面 难怪姐姐跟我说 她们的同学要嘛就是有instagram或是tiktok 已经没有人再使用facebook了 当然这只是就姐姐小小的生活圈所得出来的情况 嗨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tiktok小网红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快三点了 现在是半夜耶 很少这么晚睡吧 嗯 我现在其实都比较早睡 可是我今天我就是有点lose and lie 去直播 对我刚刚就听到你在房间一直讲话 我想说半夜2点到底在跟谁在讲话 然后因为我刚刚很专心的做我的video 我也没有去看你在干嘛 结果你在做直播 而且你讲超久的耶 总共讲多久 48分钟 那几个人参加啊 晚上2点钟 就晚上我看到的是最多是83个 只是他每次最后他就会给你显示说 有多多人这样进来 所以有人不小心出去的时候 就是从livestream出去的时候 他再进来 那他也算了 嗯嗯 然后可能有人只是很短 就进去然后不想看了 或是要去睡觉又要出去了 嗯嗯 那每个进去的时候他就会帅 嗯嗯 所以我有1300次有人这样进去 进去1300次 嗯嗯 然后呢 那你 然后呢 然后呢我有从 有一个人有给我个shame 那个意思就是m一个 打赏 对 然后那个就是用钱 用真的钱他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可以送给别人 然后别人就有那个钱 嗯嗯 就你可以送给别人钱的意思 对就打赏嘛 对 然后em 我就很开心 所以有1块9 呵呵1块9欧元 对啊 好酷喔 你在那边直播了40几分钟 1块多1块9欧元 对啊 这超酷的耶 你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你就有钱了 你就 哦 钱 那你的直播在干嘛呀 我就跟他讲话 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有没有问题 就是想问我的 有什么东西可以聊48分钟 而且你都没有露脸是吧 对 我就是一直问说你们想要什么game啊 就是什么游戏 然后我有跟他说一个story 就是我的story 哈哈 你的故事 对 他很觉得还不错 那你们玩什么游戏 就是玩说比如说谁先 送进去一个爱心 就可以 我就会polo他 好 那你觉得你这么快变成一个小网红 你的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成功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喜欢 一些他需要的东西 然后呢他当然 如果看到他很需要的东西 他也会想要继续有很多东西 他可以用的东西 他可以在他的力量 他会帮助他的东西 然后会帮助他的东西 像placat 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样才行 那种好的placat 嗯哼就是做海报嘛 对 然后大家比如说我现在那个 就是把房间弄得很漂亮 对 那人家也想看可以怎么样啊 那有什么idea 有什么方法 方法 可以把 房间弄很漂亮 对 然后这样子有帮助他们的东西 他们就还蛮喜欢的 那他们当然想要follow我 让他们不会 呃 papass 一些东西 不会错过你的 好的东西 那你觉得 还有什么原因是你成功的因素 对 我超creative 大家都 就很多人有说我很creative啊 他们喜欢我那么creative 我很酷 然后我就很nic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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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惊讶 这个半夜两三点 居然有那么多人耶 对啊 有1300个人进去看 那你不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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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什么晚上八点的话 那不就已经是三万人了 还是多少 很多 比较大的tiktok 还没有弄到一万 所以像查理是 最大的 对啊 他也只是有七万个吧 七万个很多耶 对 对 就他有很多很多follow啊 只是没有每个follow啊 都很active 在tiktok啊 也没有每个follow啊 都 嗯 每次都有时间啊 所以的 那当然咯 这是姐姐第三个 芭蕾舞的频道的影片 也是一个 不露脸的频道 其实也是 姐姐另外一个 兴趣的一种记录吧 后面这些短片 就是姐姐真正在家里 录她的影片的时候的情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弟弟是怎么样去捣乱姐姐的 你们就当做是一个 家庭搞笑小闹剧吧 同时你们也可以很真实的看到 在家里如果要拍影片的话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如果你喜欢我们家的姐姐 别忘了订阅一下哦 你先拿着我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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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要躲开 啊 癫癫 哎呀 喏 夙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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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先弄错了 你回答你的禮法 那今天谢谢你 回答我这么多问题喽 趕快去睡觉吧 好 byebye byebye囉